好来看高雄市左营区呢 这一条街上有两家红豆饼摊 其中一家是西点师傅开的 他说他家的红豆饼呢特别大 而且呢是目前最好吃的 另外家距离不到30公尺 也是人气红豆饼 老板娘也非常有信心 这两家店各有支持者 大大的旗子上写着实在超好吃 还比别家的大科 甚至呢是目前最好吃的车轮饼 老板怎么会这么有自信 外皮全部都是用鲜奶下去调制而成的 老板利略的将面糊倒入模具 接着填进内线最后起锅 这就是老板引以为傲的红豆饼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 应该都比他们好吃了 连客人都这么说 老板吴先生原本是西点师傅 曾经获得1992年世界蛋糕大赛冠军 因为爱吃红豆饼 一年多前研发出特制红豆饼 开始在高雄市左营区摆摊 摊车的自信介绍格外引人注目 在网路上引发讨论的 还有这家人气红豆饼摊 老板娘陈太太在当地经营18年 只卖红豆奶油两种 口味虽少但深受附近诸呼喜爱 自行红豆饼外皮扎实绵密 内馅口感滑顺 人气红豆饼外皮酥脆内嫌香甜 两家红豆饼在同一条路上距离不到30公尺 双方竞争拼生意 对自家产品都很有自信 能锁住陶特的胃 中斤血本基建红文原坊 高雄报道